这项技术相当于给手机内部安装了涡轮增压机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联合软硬件两个层面的调校技术 不需要硬件配置的升级就可以实现 众所周知 麒麟芯片对于在卫生机前抗玩游戏式短板 由此技术在不用升级硬件上 即能通过软件升级 使得现有机型升级 而笔者的荣耀实感上了内侧的大潮 升级上究竟是不是如宣传中那么神奇 最近玩来却都是吃鸡 王者是不是觉得有点乏味了 不如跟着笔者的脚步 玩玩国外著名的游戏公司经典大作吧 实况足球是实况足球主机原版人马打造 KONAMI出品的原版操控足球手游 游戏为移动端专门优化了操作模式 玩家可以实现上百种真实足球动作 先进的人物建模和动作捕捉技术 给玩家提供了置身真实赛场的沉浸式游戏体验 玩家还可以在游戏中收集球员 组建专出的超级豪门 笔者以前也喜欢的PC上踢上机场 现在成功移植到手机上了 着实让人惊喜 在快节奏的对抗下 激烈程度可和现在的世界杯可媲美 从大范围的转向 脚法运用都仿佛在场上踢球般殆尽 但上心经耳机配合荣耀时搭载的7.1T4音效 让每次进攻都有观众为你喝彩 专业步伐搞笑的解说评述 让游戏过程更显趣味 从游戏加载和运行中 荣耀时的表现很稳定 CPU占用率几乎没超过40% 稳定在一个幅度 偶尔切换大范围渲染的场景时才有点波动 这款游戏很适合足球迷一玩 真实赛车3 Real Racing 3是一款游戏A发布的单机竞速类游戏 游戏具有强悍的画面效果 比以往更多的赛事 诸如杯赛 逆利赛 直道赛等等 该款游戏是一款支持1080p 全高清显示的游戏 这款游戏很追求真实体验 使用左右摇动手机来进行转向 玩家可以驾驶来自保时捷 奥迪 和其等知名跑车在著名的马斯达拉古纳赛卡 印第安纳波利斯 以及银石赛道上飞驰 体验从0到100启动 只需几秒的无拘无数的飞驰快感 自动游戏的体验 即使入门玩家都能轻松掌握 可切换多种视角 车内 车前 整车 游戏中细腻精美的画面很是一流 均按照好车真实比例设计 从体验来看 逼着使用荣耀十多次切换视角均很流畅 当遇到撞车等情况 会自动减速 而且车损也会严重影响到赛车的性能 维修 定期保养 你就需要积攒金钱来兑换 狂野飙车吧 急速凌云 Sport吧 Album是一款由GameLift制作发行的赛车游戏 游戏包含了200多辆赛车和几辆摩托车 其中80%为新车型冲上坡道 腾空飞跃 演绎同滚和狂野360度飞跃 这款游戏追求的 是那种在赛道霸气的爽快感 顺拔如斯的画面感 让你置身在豪车里 通过飘移来累积淡气 撞翻敌人的车辆 占得先机 这款游戏绚丽精细的画面 加上真实物理撞损等的特效 极尽风光美景 都让人赏心悦目 在KPUTURBO的加持下 将拦路的敌人都先翻版 从笔者把玩这几款著名的游戏大作来看 无论从资源占用方面 还是网络稳定性来说 荣耀时整体表现平稳 在KPUTURBO的加持下 画面流畅度和爽快 跟手的优秀游戏手感 让它秒变游戏手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